哈喽,大家好,我是白丁 然后刚刚做完这两支,然后顺便把这个三支笔一起都做一下 那三支笔基本上是一个上磨的一个状态 那首先我们先来看一下他们三支笔的一个尺寸吧 那尺寸上面我就不量了 那我就这里我只量了三个笔握的一个粗细这样子 或者对,我只量一下笔握的一个粗细 然后长度的就刚刚那边去看就可以了 但我们先来看一下他的一个笔的一个重量先 好,首先那都是满墨的一个状态 满墨状态的话这个是18.4 18.2应该是叉帽的,拔帽拔帽状态 好,这个是10.6,活塞版的一个,活塞版的一个3011 这个8.4,这个应该是10.4 对,10.6,8.4 那可以看到其实这个上磨量差别是很大的 那这两支可能是8.9 但是这个上磨器本身比较重 那你们可直接去捡到1.1克 因为我以前拍那个78G有讲过 换了矿丝时的那个C磨器会再轻一点 那总体来讲最轻的还是这支那个78G 就是同样钢笔制造就是能佩服的就是 这支日常比真的是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差别 真不知道它那个重量怎么能捡到这么轻啊 好,那先看一下上面的这个重量性了 上面这个重量你能看到的就是怎么样 这两支它是我不知道是不是同场的 但是能看到就是百乐的这个塑料它是偏蓝的 那这支我们先放一边找这样子比较接近的 不知道你们能不能看出来就是这支是偏蓝一点 我左手这支是百乐那你们看清楚一点 那笔环上面来讲能看到就是呃 如果对准的话它就是把这个什么就这个电镀的往上再挪了一点点 那反正就是呃弄的也是非常的接近了 个人觉得那比但这个反正挪上一点不知道有什么差别了 我觉得这些地方还是做下一点会比较好好一些 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比较能看到百乐的那个你看百乐的那个压印 然后再对比一下那个永生的这个压印 能看到吗 就这个完全就是我一直说了写热的那个笔尖的一个问题了 虽然是其实不是在黑写热了 只是我认为它一定能做的更好一点了 呃像那个因为写热的价格是摆在那边的 但是永生的这个价格我觉得就没必要去去说说太多 因为它价格就是不同价位嘛 那我认为个人个人认为不同价位应该有不同的要求 有些该做的还是要把它做下来 然后看到百乐的这个你看这个价位虽然说差了七倍 但是这些细节上面来讲个人还是很注重的 另外能看到左右两边的这个 锐利的一个反光反光位能看到百乐的这个 非常的锐利然后黑白分明 那再回来看一下这个永生的这个我们来转折一下 能看到其实百乐的那个比较它是会锐利一点点 另外这里有点偷鸡的你看这里是弯了下来 百乐这个是直直的一个三角 能看到吗我通过这个反光反光在这你看 你看直直的那你看这个 这个你看这里变变变起来就有点恶心的感觉了 就差那么一点点其实那像这些细节的话个人觉得很重要 然后再下来看一下就蓝色的这种透明塑料 我印象中在哪里看的比较多 就是在那种搅拌机 搅拌机的话你看一下好一点那种搅拌机 它基本上都是透明的 但是是一个蓝色也是反蓝光的这样子一类的一个塑料了 我印象中这类塑料是食品级的 这个我就这类的塑料的话就是怎么讲呢 跟百丽机的这个透明度百丽机那个说也是很特别 你看这个通透度 你看就直接比这个通透度没办法比 你看这里就完全就好像玻璃一样的 但这个就没办法做到 当然是说价格有反差 这个跟当然没有问题的 只是去通过对比的时候 你会发现即使透明示范比 不同厂家它做出来就是那个质量 其实真的需要很微观才能看得到 然后我们再对比一下那个吸墨器 吸墨器的话其实因为这个直接扔到有点可惜 我一直在用 但是这一类的一个吸墨器 其实我不太建议用 首先是说虽然说它上墨还有洗笔都很方便 但是我个人的话一洗笔就放一个月了 所以这类吸墨器对我个人来讲不是很合适 那如果我采墨的我不知道会不会很难 就是很难比或者很难吸墨器采墨我就不知道 因为我个人没有用那个采墨的习惯 比比的重量来讲的话通过刚刚的对比 也能看得出来 其实78G的一个重量它是即使是一样的 78G的重量还是轻那么一点点 那这些质量在图片上面反正也是看不到 然后这里的一些地方的话能看到这里是很干净的 那这里就是有一条那个横纹 但是内侧的一个就是讲的这个三角嘛 那就跟百乐的这个相对来讲我不知道原因是什么了 但能看到百乐的这些它是抛的比较圆圆一点的 这里是这样子直 然后这里再收那有点投机取巧啊 但是原因我觉得个人觉得可能是工艺上的一个问题了 然后再下来的一个电镀的金色大家有点都不太一样 这支白乐这支浅黄一点这支深黄就是比较接近就是应该是斜乐的这个笔尖颜色 斜乐的这个笔尖颜色那能看到吗 这两个会比较接近一点白乐的相对的浅一点 但这个就一个小小的金色的一个差别了 然后再下来了我们白乐的那个笔尖现在被我拆了换了这个了 呃长时间拆那个笔尖非常商比了 所以我就不给大家换那个78G的一个圆笔尖 但是如果你问我个人的书写感受 我个人是喜欢白乐的笔尖的那个书写感受 因为很干笔 呃这两支笔的书写感受 我个人认为也是很不错的 只是说如果真的要我让我选我个人就是比较偏上白乐 就是日笔来讲的话真的是我个人是最喜欢白乐 呃这两支的话特点是说总整体来讲都没有问题 但是呢性价比也非常高 那有没有必要去为了这些这么细节的一个地方 或者它的笔尖去换这个78G的白乐的话 见能见智 但这两支笔个人很推荐 但如果让我选的话 呃我更喜欢的其实是这一支 如果这个把笔尖换了我会更喜欢活塞 那说实话这个笔尖真的是我最讨厌的一个笔尖了 好 那我们来试一下能不能能就很多观众每次都会问我的 就是这个能不能兑换 我还真的没有想过这个事情啊 哎可哎这个是一样的吗 这个啊永生啊这个是白乐的 我估计还好心默起来区分啊 呃这个可以换上去但是 是嗯两圈 罗文有点不一样 然后这个一上就紧了 是不是他本来这一只也是 哦他本来这一只倒不会 罗文可能是有点不贴合 但我现在这只装上去是呃可以装上去 可以装到永生这一只上去的 嗯但最主要还是这个 如果是能把它这个换到这个白了这个 我个人觉得这样子机尾也是挺不错的 嗯答案好像是不行的 我这只是不是有点开裂啊这只 你看这里 呃不知道是不是啊随便呢 反正影响不是很大 这只好像是啊装不进去的 然后看一下白乐 这是这个啊不是这个这个才是白乐的 能不能换过来 咦他的倒是可以 可以他的倒是可以换过来 哎呦那还是没用啊 我是想这个西莫西隆换到这个这个上面 那就给力了 但是暂时来看好像是 嗯两个都不太行 那只能说还是换回去原配的这样子 书写感受的话我就不去 我直接拿那个 写热的14K来对比吧 笔尖的书写感受就是从印象中 或者刚刚去对比以后 我还是喜欢白乐的就是 如果是让我个人选我还是选78G 好再下来我们看一下他的一个笔帽 笔帽上面的话就是这个的话就非常干净了 活塞版的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那这边的话就是他的一个就是一个鞋面 就是说一个材料深度都不太一样 像白乐这个他能到这里也就是说这块的都是比较厚的 但他比较厚的这块这块里面是最厚的吗 这里这里是最薄的中间是第二厚的 那像这里他就相对来讲能看得到 我个人觉得应该是省材料的一个原因了 好那大概这样子了啊不好意思 那个我把笔帽弄反了 但能看得到就是说还是白乐的用的那个 用的这个材料相对来讲用料还是比较足一点点的 当然不是说水别的比不好 其实三字我都挺喜欢的非常实用的一支笔 好那还是一样我们的一个书写呢 你们看一下这个书写的一个差别 那样子是开这个加速的 那上面是刚刚的一个waterman的一个对比 那你们跟自行去对比一下 好书写完以后呢你们能看到的就是 我一开始以为了他这个3001A这支我认为是有点 这支是有点品控问题了 但这个价格也是能接受的 因为这两支的一个书写感受的话 其实应该尖是一样的这两支 完全很接近 我觉得是有点那个品控问题了 因为这一支写起来的时候 你看他跟我之前拍的时候也是一样会有一个漏模的问题 我觉得是他笔舌在开模的时候一个收缩率的问题啊 就是你塑料就是一注写完以后那个件 他是会比本来的 比如说我一开始是1 那注写完就这个件一注写进去 然后成型的话可能会0.9这样子 那我觉得是他整支笔的一个收缩率没有控制好 然后导致的同样一个笔尖 但是这个触摸量会比这个触摸量大 就是活塞的触摸量竟然是比78 就我们3001A的一个触摸量要那个小一点的 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品控上的问题了 但是用反正都能用了 不是说像现在这样的情况对比 其实不会影响说你的书写这样子 好那三支笔的评测我大概就到这里了 那有什么问题的下面给我留言一下 那或者是说 有什么我漏讲的麻烦帮我补充一下 那三支笔其实放在这里也是非常的漂亮 金色示范啊真的很毒 好下次见拜拜